好 今天下午一點半了 盧秀燕他來到他大理的競選總部 對於立委職務 他有了重大決定 他說即刻起 立刻請辭立委 我們聽稍早這段這個談話 為了展現破釜陳舟的決心 也為了展現我們一定會贏的信心 所以我現在宣布 即刻起 我要辭去 我擔任六屆超過二十年的立法委員職務 而且 我不會給自己留後路 即使選舉不成功 我也不會接受不分區立法委員的職務 我今天的辭職 並沒有跟我們黨中央報廢 因為我如果一談的話 就辭不成 所以我沒有報備 也因此這就是我破釜陳舟的決心 盧秀燕說他做這樣的決定並不是選前崩盤 而是他要告訴選民說 他是有破釜陳舟背水一戰的決心 對於台中市長寶座 他非贏不可 而且他說做這樣的決定 他就要自己終結自己二十多年六屆立委的立委之路 他說他不會替自己留後路 不會站不分區 也不會補選 就是要告訴選民他是來真的 而且他在這個選前四天做出這樣的重大決定 也是在這一次這個縣市長選戰當中的 第四位做出這樣決定的人 包含張立善 陳其邁還有姚文志 他是第四人 這也這個和2014年呢 林佳龍在選前三天做出這樣的決定是一樣的 就是呢 在為這個選情投下震撼帶 台中 我們會贏 台中 我們會贏 台中 我們會贏 這個韓國瑜跟陳其邁的這個辯論會 他認為呢 韓國瑜的表現非常好 不過呢 針對稍早呢 林佳龍市長他有一段談話 認為呢 這個韓國瑜昨天好幾次的誇獎台中 他說呢 他願意跟韓國瑜來分享市政 那麼對於這樣的說法呢 這個盧修映說 這個市長是不是有點太過自我感覺良好了 我們聽稍早這段訪問 林市長在很多方面都自我感覺良好 我也不曉得怎麼評論 像空汙空氣這麼白 他就說空氣很好 台中經濟外 他就說台中經濟很好 人家 野豬隊友就在說 這個台中市的這個觀光臨所 觀光客的臨所 都存高雄一半 我是覺得林市長都沒有這麼注意人民的心聲 人家說當一個公司 然後自我感覺良好 我覺得韓國瑜表現很好 他表現了一個當市長的氣度跟高度 在整個辯論過程當中 甚至辯論後呢 他對這個對手呢 有稱讚有肯定 表現出他的氣度來 不過盧修彥也提到 針對這個吳敦義主席所提到的食言風波 他說多少確實對選情有影響 不過他說他自己的角度 就是認真腳踏實地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而且好好去跟選民拜票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他也再次提醒 希望這個是一個不要有抹黑 不要有人身攻擊的一場乾淨